歡迎收看小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這一集要接著繼續介紹所數跟尾數 那在我們開始往下討論之前來複習一下 ROG2 3456789 ROG2是0.3010 ROG3是0.4771 ROG4是0.6020 我知道有的老師不會叫學生背 這也就使得即便我寫了學生也不見得真的會背 那我的解決的方法就是 好吧你就再多看我講一兩次 看能不能記到一些 那ROG5是1-ROG2 0.6990 ROG6是ROG2加ROG3 是0.7781 ROG7是0.8451 ROG8是3ROG2 0.9030 ROG9是2ROG3 0.9542 可以嗎 這也就使得我們今天如果看到一個數 它的尾數是3以下 0.3以下 那它就是1點多 因為ROG1是0 ROG1是0 所以3以下是1點多 3點多的 到4.7之前都是0.3多 0.3多 到0.47以前都是2 2點多的 然後在6以前的 4.7之後到6以前的 0.6以前的都是3多 對不對 0.6多的 就是4點多 0.7多到0.77以前的 是5點多 對不對 那這個比較尷尬 在0.8附近 那這是 6點多 然後如果是0.9以前 0.84到0.9以前 0.85好了 那就會是7點多 然後0.9到0.95 以前是8點多 可以嗎 0.9542以上到1 因為ROG10是1 就是 這個9點多 類似像這樣子的 去去往回推 它說ROG300的手數尾數是多少 所以在這裡再做一次 把300寫成3乘以10的2次 其中的3呢 寫成10的0.4771次 因為所謂的ROG3 就是10要幾次是3 那那個數字是0.4771 那因此我們 也不用合併了 如果今天只是問手數尾數的話 到這裡就解出來了 手數是2 尾數是0.4771 那如果今天是想要再進一步探討說 比如說這個 這個數字會是多少的話 那就把它加起來 是2.4771 ROG0.02 那這個數字是多少 或者它的手數尾數是多少 把它拆成2乘以10的-2次 其中的2是10的0.3010次 如果問手數尾數做到這裡就完成了 這是手數這是尾數 可是如果你要知道ROG0.02是多少的話 要加起來 它會變成是10的-1.699次 所以變成是-1.6995 於是下面這個問題 說ROGK是2.712的話 K是幾位數 所謂數字是多少 所謂數就是最大的那個數字 最左邊的那個數字是多少 好 那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 其實就是把剛才的流程 有一點點倒回去做的意思 我們剛才是最後取得了這個ROG值 我們現在是要倒回去尋找到底 增數是多少 所以說怎麼樣呢 會從這個K 它其實就是10的2.712次開始 既然ROGK是2.712 代表K是10的這麼多次 那把它拆成科學記號表示的時候 整數次放後面 所以是10的0.712乘以10的平方 對不對 那10的平方就是100 10的0.712呢 如果你還記得的話 0.699是5 對不對 然後如果到6的話就是7781 所以這個數字是5點多 可以嗎 因為它會小於10的0.7781 會大於10的0.6990 所以這個數字是5點多 好的 那所以它是幾位數呢 它是2加1位數 因為你5點多會往後挪兩位之後 跑出3位 是首數加1的位數 它的所謂數字是多少呢 就剛剛講的 是5 因為5點多嘛 我們的所謂數字是用這個尾數來判斷的 來按個暫停寫下面這一題 這個是 ROG出來是負的 代表它的P其實怎麼樣 注意喔P不是負數 代表它的P其實是小於1的 那流程其實跟剛才還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先從這個P會等於10的-3.712次開始 那接著把它拆成兩半 如果你拆成 再介紹一次 如果你拆成-3和0.712是錯的 為什麼呢 因為-3加0.712不是-3.712 如果你拆成-3和-0.712 但是那也不對 雖然這兩個加起來是它 可是怎麼樣 可是我們要要求前面這裡要放 像原本是那個1到10的數字嘛 所以取完ROG值之後是正的存的小數 這個我們在前一集一直強調 所以到底要怎麼辦呢 所以我們會讓後面這裡變成多-1個-4 然後這裡就會加上那個-4減掉它 也就是你拿-1減掉0.712的話是0.288 所以它是-4加正的0.288 尾數一定是正的存的小數 好的 所以它在小數點後第4位開始不為0 就是這個-4的絕對值 它在小數點後第一個不為0的數字是-4 那因為這個0.288不到0.301嘛 對不對 所以它-10的0.3010次是-2 所以它小於2 但是它大於-10的0次是-1 所以它其實是1點多的啦 可以嗎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0.0001多的這樣的數字 這樣可以嗎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幾題 說ROG A是5.2 ROG B是-2.8 ROG C是3.2 ROG D是-3.2 那這幾個問題寫寫看 你有寫了嗎 我們要直接講囉 ROG A是5.2 首數是5 尾數是0.2 A是5加1 6位數 A的首位數字 因為 A會是 我們寫在這裡好了 A會是10的0.2次乘以10的5次 所以它不到0.3010 它是1點多的 首位數字是1 B是-2.8 一樣我們養成好習慣好了 把它寫在這裡 B會等於 注意 它的首數是-3 尾數是0.2 你如果有做這件事情 後面很多東西會迎刃而解 你如果沒有把它寫起來 後面每一次你都要再重新回頭想一下 會變得比較麻煩 同樣的道理 第一是 10的-3.2次 它其實是怎麼樣 10的-4和10的0.8 可以嗎 所以說B小數點後 第幾位開始不是0 第三位 B第一個非0的數字是 4還是1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怎麼樣 A跟B其實是有一樣的數字喔 只是位數不一樣而已喔 他問你說A乘B是幾位數 那就這兩個相乘阿 這兩個相乘結果 這個次方相加 這個次方也相加 就是他們的次方都相加 前面變成0.4阿 後面變成2 所以是三位數喔 前面變成0.4的話是超過0.3010 不到0.4771 首位數字是2 咦我們的C剛剛沒寫到 嘿嘿嘿 C是 那個LOGC是3.2 C是10的3.2次 所以他是10的0.2次和10的3次 然後注意一下 C加D他不是C乘D喔 那C自己本身是一個1000多 然後D是0.0006多 因為他不到那個0.7 84514才是7點多嘛 所以他是0.0006多 然後C是1000多 他們加起來的時候 其實還是1000多吧 對不對 所以他是4位數喔 就3加1 4位數喔 那如果你C除以B呢 則是拿這個次方對減 0.2減0.2就沒有了喔 然後3減-3是6次喔 那10的0次是可以的喔 因為他是1 所以他是怎麼樣 剛剛好100萬 是7位數 然後問你 A是幾倍的B啊 就是我們剛剛講 其實A跟B的數字部分 是一模一樣的 即便他是 我們說他是無理數 他不是一個剛好是1多 他是1點多 可是就是他們多多多一樣的 因為他們就是剛好是 這個10的0.2次嘛 所以說呢 他們兩個 你要知道A是幾倍的B 就是你對除這裡 會像剛剛這樣子消掉對不對 他剛好是10的8次 的B 10的8次 這樣子 這是1億啊 如果你要寫的話 如果C除以A呢 一樣也是會把這裡消掉 那他會變成是10的-2次 就是1% 那如果A乘以D呢 A乘以D A乘以D的話 兩個次方會相加 就是這個 在乘以這裡 就是這四個次方會合起來 那一樣我們都後面看後面的 0.2乘0.8 0.2加0.8是1 所以前面會是10的一次 後面會是5-4也是10的一次 所以他結果變成是10乘10是100 然後這裡 問你這ABCD裡面哪三個的各位數字和相同 那就是說 因為ABC他們的數字是一樣的數字 只是位數不同而已 所以如果你把他真的全加起來 但是加不完 那就是說全加起來的話 其實和是一樣的 那所以這裡寫的是 ABC 如果這樣子你有懂的話 來看下面這一組 一樣按個暫停自己寫來看 然後我們要直接講 LOG A是4.2 LOG B是2.5 LOG C是3.8 A加B是幾位數 一樣這是一個陷阱 A加B不是4.2加2.5變成6.7 因為A是5位數 B是3位數 合起來還是5位數 A乘B才是把他們兩個 因為LOG AB 才會是LOG A加LOG B 所以才會是7.7 6.7 是7位數 然後BC B乘C是他們合起來 那LOG BC 會是6.1 6.3 所以他是7位數 那我們這樣直接講有懂嗎 就是說 它是LOG BC是6.3 代表他會是什麼 10的0.3次乘以10的6次 所以BC會是10的0.3次乘以10的6次 他的所數是6 所以你這個0.3 0.3次其實1點多 因為他要到3010才有到2 1.9多這樣子 所以他是1.9多乘以10的6次 會在這裡挪6位 補6位之後連第一個合起來也是有7位 我們就不每一次都去做這個推論了啊 我們要直接吸收這個姿勢起來 LOG A加LOG B是幾位數 那這是另一種陷阱 它是直接相加是 LOG A加LOG B是6.7 那就是1位數 那不過有的人可能會想說 6.7算1位數嗎 他不是小數點那裡後面還有1位嗎 那其實我們前面算這麼多的這個LOG的討論 我們說 他是比如說 剛剛講這個 1.9多乘以6 我這個1.9多後面其實一直都有數字啊 而且後面的數字是一定不只6個嘛 那所以說在你乘完6位之後 他會有19123456 這裡有7位數字 後面其實也一直都有數字喔 所以說我們在講這個 有幾位數字的時候 慣例就是忽略小數部分 只看指數部分了 這樣子 那如果要計較的話 變成從頭開始就要一直講說 這個的整數部分有幾位 這個的整數部分有幾位這樣子 那我是沒有啦 如果有老師他比較 這個要避免學生胡思亂想的話 就要一直加這一句話 那我是會直接跟學生說 他的意思就是這樣子 他的意思就是這樣子 好 那A平方一樣 A平方是幾位數字呢 A平方的LOG值會是 兩倍的A 所以是8.4 那手數部分是8 所以他是9位數 來 A是10的幾次 那這個答案一定要 能夠快速的答對 4.2次 這就是LOG A是4.2的意義 那AB是10的幾次呢 就是合起來的這個 6.7次 然後C平方呢 就是2C 是7.6次 那問你10是A的幾次呢 這個答案是4.2分之1 那你可以寫 4.2分之10的話 因為我們希望還是答一下 這個最減分數嘛 所以再同除2 是21分之5 然後B是多少 那你說B是多少啊 B是 10的2.5次 也就是10的0.5次 乘以10的2次 那你說10的0.5次是多少啊 沒有背道啊 對不對 0.34771嘛 那0.4是這個6020嘛 那0.5不知道啊 其實您說的也沒錯 但是您忽略了 以前我們就學過這件事情了 因為0.5就是1分之1嘛 所以10的2分之1次 就是根號10啦 如果今天你想要把它寫成 就是整數小數的形式 當然就寫不出來啊 因為根號10是3.1多多多多多多 寫不出來啊 可是他也沒有說他要寫整數小數的形式嘛 他這題期待你寫的答案就是 這是根號10 這是100 所以是100 根號10 可以嗎 那ac呢 logac logac logac合起來是8 所以logac就是8的話 ac是10的8次 10的8次 最後來寫這個 0.012的手速尾速 按個暫停寫一下 就像我剛才說的啦 即便學生在學校沒有被要求一定要背 但是我也希望他在我們這樣子的量 一定量的練習之後 把log2到log9都有記起來 至少在這一章之內 還不會忘掉 那這個log0.012 0.012是 12是3乘4 然後3乘4再除1000 所以他是 log3加log4 是 在減 log1000 log3是 0.4771 log4是2倍 log2是0.6020 log1000是3 所以這兩個合起來會是 1 1 我應該從後面加 1 9 7 0 那他有超過1 因為他是十位數 他是十位數 然後 減3 用3去減 所以 這是 90 2 9 1 1 對不對 那他是大於1的數 所以 首數是1 尾數是 0.9029 那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做對呢 那我們這集就上到這裡